个位数加法进位 好,我们之前已经学过个位数加个位数的方法 就是由第一位数开始往下数第二位数的个数 要说三往下数两个 就是三,四,五,答案就是五 当数字越来越多的时候 它个位数加个位数可能不再只是个位数 它会变成两位数 那个位数加个位数变成两位数的时候怎么算呢 还是用原来的方式 由第一位数开始数第二位数 8往下数两个 8,9,10,答案是10 这是用数数的方式 好,我们如果不想用数数的方式呢 我们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做 我们先从这里来观察一下 8加2 8我们如果用方块来表示 这边下面有五个 上面有三个 就总共就是八个 那8要补多少才会变成10呢 我们先记得看一下10 这边是这里 下面有五个,上面有五个 总共就是10个 你看8跟10就差上面这两个 所以8只要再补两个 它就会变成10 好,那我们就从旁边这个2开始 把这个2拿上去补 让这个8补成10就进一位 这边这样子变10就进成这里的1 然后刚刚这里的2呢 这两个已经被它借走了 所以这边就没了 所以这边就剩下0 你看它这边就是个位数变成空的 这是用借位的方式 好,那从数字来看呢 我们就不要看方块 直接用数字 数字就直接看8 它的10的补数是2 就直接借2补成10 就补成了10位数的1 好,2呢 刚刚已经被借2了 所以2减2变成0 所以个位数剩下0 好,再下来我们看一下 9加1 直接看9 10的补数是1 所以9加1 就变成10 好,这个10 那1呢 刚刚被借了1 1减1 个位数剩下0 所以答案就是10 就是10 来,9加2 刚刚刚讲9 它的10的补数是1 9加1就变进位 1 好,2 减掉刚刚借给它的1 2减1 就个位数剩下1 所以答案就是11 可以从方块也可以看出来 2 这一块 这一位 不到这里来 就变成10位 10的基因位 到这里来 好,再下来它自己原来的2 减掉一个 就给它了 所以自己只剩下这边一个 它就在个位数 可以看到在这里 好,所以不管从方块 从数字 大家都可以看到 都是一样的算法 好,8加4 8,10的补数是2 有2一补就进1 好,4减掉 这个借给它的2 4减2 是2 所以答案是12 8加7 哦,这个数字比较大 一样 8再补两位就变10了 7减掉刚刚的2 就7减2 就是5 15 好,方法都是一样 都是蛮简单的 9 补1 就是10 基因位 这个后面的9 减掉刚刚借给它的1 好,就9减1 就是8 答案就是8 以上就是运用10的补数 来算个位数的基因位 好,可以